哎呦 大家都在啊 啊 既然你们都在啊 我想问你们个事 你们说 借钱不还的人 是不是可恨 不是 是不是不要脸 不是 我就是来借钱的 哈哈哈 哎呦喂 那句话说的好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那我是真不还呢 那这人是我姐 没毛病 找我姐看看姐 姐姐啊 没在家 我有钥匙 嗯 没在家 我就在她家等她一会儿 喂 妹妹 哎别着急啊 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咱俩是老同学 你跟我还客气啥呢 呦 是不是我姐回来了 那十万块钱呢 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啊 那十万块钱 哎 没事 这事啊 我老公这边我会处理好的 哎呀啥事还蛮的我姐夫 你看你说啥呢亲爱的 咱俩都好多少年了 啊 就这样啊拜拜 哎呀我姐这有事 哎呀 姐 哎呀我姐哪看不着我了呢 姐 一边去你妈呀 你跟我来玩啥呢姐 喂喂我眼神了呢 我是懒得搭理你 哎呀 说吧 这回又借多少钱 说啥话呢姐 我是那种人吗 啊 我就没有可能是还钱来了吗 哪里 我不说了吗 没有可能 行 只要你不借钱就行 那更没有可能 不是你想干啥呀 姐 我就来看你了 哎呀 我小弟出去了 还能看我 你看我啥呀 看你这回能借我多钱 要是给我留下人出去 你看你就借我一千块钱吧 一分没有 现在这样呢 我这回我有正事 我对灯发誓 我要说假话 灯灭我灯 姐 我要是说假话 灯亮我 哎呀妈呀姐呀 你就防止我发誓 你就按一个遥控当年 我就是不相信你了 不是你跟姐说说来 你用一千块钱 你到底能干啥 姐我用一千块钱 我投资啊 我有个朋友 开发商 在内蒙那边盖楼呢 我就入股 只要资金到位 立马就封我一套海景房 差一千块钱 在内蒙大草原盖楼 还分你一套海景房 老弟啊 老弟啊 曹景房吧 不是你能不能说实话 姐 我跟你说实话吧 哎呀 其实 是我另一个朋友 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病 现在急需自流 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你最好的朋友谁呀 大黑 大黑 哎 那不仅是你的朋友吧 那还是我们全人类的朋友啊 姐 你不懂 他病得老严重了 花花掉毛啊 那掉毛的话治病也得给你先治啊 你比他掉的邪乎呀 别呀 我就来把你借一千块钱 至于你这么磕成我吗 我等我姐夫 哎啥呀 你等你姐夫 咋的咋的 你姐夫能借你钱呢 咋的 就你姐夫的小口样你知道不 啊 就那天三公里的路程 就为了省一块钱 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妈呀 那不是小口他好像有点二 他是跟出租车跑回来 是不是能上八块 不是你别找没用的啊 你跟姐说说你要钱到底干啥 说 姐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咱们爸不耍你双家棍吗 啊咋了 我行我也玩玩我就给他拿过来 我就给他玩了 呼呼哈嘿呼呼哈嘿 啊就玩了我手也没拿住 棍子飞出来 那鱼缸就给砸碎了 你说啥玩意 我不是故意的 那可是我给爸买的鱼缸啊 什么的 你还撑我借钱 不借啊 没有听见没有 姐你要不借我 我就把那小秘密就给你说出去 我有啥秘密啊 你有啥秘密 你把那十万块钱装给别人里 你还不让我姐夫知道 是不是 不是 你偷听我说话是不是 你爱说不说 说 我不就就说 喂老公 啥事 要钱呢多少 十万 你干啥用啊 我小弟肝疼 我咋不知道呢 突发的 你在哪儿呢 好上来吧 姐呀 谁说我肝疼啊 你姐说 咋的了 她在哪儿呢 马上到家 姐夫她竟然敢偏你 你看我找手的 你看我找手的 看我的 媳妇 媳妇 开门呢 来了 媳妇 媳妇 来 十万火急啊 快把钱给我 这可是你弟弟的救命钱呢 啊 钱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有啥她准备呢 放滚吧 小弟 哇 一 两 你看她像肝疼吗 我看她像腰疼一脉 不是今天你怎么在这儿呢 对呀 她怎么在这儿呢 姐夫 你说我应该在哪儿呢 你爱在哪儿 在哪儿 媳妇 先把钱给我 先别提钱的事啊 她是怎么回事 你为啥要跟我撒谎 媳妇我错了行不行 我跟你说实话 是这么回事啊 我有个朋友 哎呦我那妈呀 媳妇 是不是要盖老屋啊 我先回你个海景房 哎呦我 哎呦我真的行不行啊 什么海景房 根本就听不懂她说什么呢 乱七八糟的 媳妇我那个朋友啊 她病了 她得的病很 她病得老严重了 叫大黑 花花掉毛啊 那咱俩掉的比她严重 你才掉毛呢 你才掉毛呢 你怎么这么讨厌呢你啊 媳妇 骗你是我不对 我发誓 我保千万别发誓 媳妇 你家灯都老下眼了 一会儿灭一会儿亮亮 你多远点 我很着急 你多远点啊 媳妇 那个钱你先给我 我慢慢解释行不行 那个你不用解释了 那钱呢 我已经用了 咋用的 我借小弟了 我就知道你不能白来 来 钱呢 结果现在很关键的一千块钱 行 没毛病 姐夫 钱我花了 花了 十万块钱你怎么花的 怎么花呗 吃饭了 吃什么东西能吃十万呢 母鹿为蠢肉猪 这啥玩意这是 到底干啥了 还吃饭了吗 还吃 你看我像不像弱智 像不像傻子 你骗小孩呢 十万块钱到底干嘛了 小弟 你就跟你姐夫说实话呗 看你把你姐夫急的 姐呀实话可贵呀 行 姐夫啊 我告诉你吧 我出对象花了 你啥时候出对象 今天上午 今上午 今上午出对象了 十万块钱就花完了 小兄他有牌面 当时就给他踢台车 我的天哪 什么玩意啊 刚认识送台车 你会不会过日的 我和你姐存十万容易吧 这什么人这是 别生气啊 别生气别生气小姐啊 你看你把你姐夫系的 不觉无数一天天 厚实懒做你 诚实不足 你败事有余 少来我们家 你少来啊 我也不认识 哎呀 就他说有你说的问题 干啥 你把十块钱给别人转过去了 你干啥 那十万块钱不拟 等等等等 十万块钱怎么着了 在哪儿 老公我 在这儿呢 我就知道你跑你姐下来了 打碎我鱼缸 接招吧 哎呀 谢谢 哎呀 你可算是来了 我们家出大事了 十万块钱 让他说能没就能没了 你自己问他吧你 这怎么还出这么个事啊 怎么回事啊 不是 爹 你姑娘啥样你还不知道吗 我那钱 那人他也认识 我俩同学 美美 就是把他住院现在要用钱 我给他转过去了 你说啥 我转的是美美 我这十万也是帮他借的呀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怕你小气呀 我再小气也分事啊 人命关天我能小气吗我 这不就妥了吗 瞅瞅啥呀 我跟你说 这人和人之间 那不就得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吗 你们俩成功成好 别支持你们啊 爹啊 鱼啊 我学到了你们的精神 鱼啊 接下来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会向我解后见 我好好学习 你呀 你早就该向他们俩好好学习 我说对吧爹 但是学习之前呢 你得先跟我干一件事 干啥呀爹 回家给我换鱼缸去 爹 先说好像不太动手了 你吗 放心 这回爹不动手 爹还得给你唱首歌 不是爹呀 唱啥歌呀 小 stare 静点 鱼啊 快使用手 别练了 唉呀 唉呀 唉呀